以色列部隊對加薩展開大規模地面行動後 不時遭到哈馬斯突襲 斯通巴達的地道是哈馬斯神出鬼魔的路徑 以軍解說時把哈馬斯灌上ISIS 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稱呼 並且指控哈馬斯拿嬰兒房當掩護 執行恐怖任務 這項發現為以軍轟炸加薩民宅 提供合理的借口 另外在以色列和加薩邊境的埃雷茲口岸 發現了這條地道規模之大更是驚人 出口用沙丘為障眼法 演示得相當好 進去之後地道長達四公里 深度達地下五十公尺 口徑之寬足以行車 運送士兵和武器彈藥 地道是以水泥和鐵網交織打造的 有其堅固性 甚至還有防爆門 阻決外力攻擊轟炸時的破壞力 而地面上的埃雷茲口岸 則如同一般的通關口 若無其事地辦理兩地民眾 往來的文件查證 以軍十七號對外公布的影像顯示 策劃十月七號突襲採具的 哈馬斯高階將領辛瓦的兄弟 曾經搭車使用地道視察 同時還公布了地道修竹時 哈馬斯人親自拍下施工的影片 至於地道何時修竹 以軍何時掌握到這條地道的情思 則無法查證 以軍公布這些資訊 意在凸顯 哈馬斯企圖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早已謀劃多時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